当地时间12月20日 加拿大北部出现极寒天气 加拿大玉空河谷最低达零下52.0摄氏度 是1998年以来 加拿大12月份首次出现零下50摄氏度以下低温 也是1995年以来12月的最低温 12月22日 埃博塔省卡尔加里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1摄氏度 为了躲避寒潮 今天乘加航航班飞往美国休斯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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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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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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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